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伊贝斯 伊贝斯纯净面膜 换名播出的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那几天和古方红糖感谢首席战略合作商 古方红糖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爱情保卫战由你看世界 世界看你的 海伦凯乐眼睛大力支持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请打开手机微信摇一摇 电视进入到爱情保卫战的互动页面 精美好里等你来拿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天佳爱情保卫战的官媒了解 更多的情感故事 参与我们的情感在线互动 今天我们请到的老师是 周明的节目主持沙娜沙老师 欢迎沙老师 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华裔家庭的 高级副总裁曲伟曲老师 欢迎曲老师 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 图磊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了解一下这一队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俩是朋友介绍认识的 本来在一起挺好的 可是他现在一直在相亲 我相亲是没办法 家里面吹着结婚 他又没有结婚的态度 我咋没结婚的态度 我现在就是想结婚啊 他家一下子却提出 那么苛刻的要求 我的要求也没有错 如果他觉得过分的话 那就是他的动机不纯了 我跟他结婚就是因为我爱他呀 他现在去相亲 必须给我一个说法 让我们掌声有请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号26岁来自山西 水明销售 女嘉宾小雅25岁来自广东 无业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主持人好 好好好 一个山西一个广东 在哪认识的呀 在深圳认识的 认识多久了 两年多了 两年多了 谈恋爱多久呢 我们是15年3月14号 谈恋爱的 然后到现在 女生对这个日子记得很清楚 3月14号 那天发生了什么 你把那个日子记得那么清楚 那天是他过生日 然后他跟我表白了 是他生日 当时看上这小伙子什么了 他这个就是比较迈迹 比较场劲那种 比较什么 比较有场劲 闯劲是吧 比较能闯的那种 我的天 那个 没关系 今天谁要来呀 我要来的 来干嘛呀 除了这两年多了 他现在一直在外边相亲 今天想让他给我一个态度 你说他一直在外面相亲啊 对 就这半年以来 我的天哪 姑娘为什么呢 我相亲我也没办法 家里面实在逼得我太紧了 像我这年龄段的话 我是同学的同学 姐妹那些 孙片比我小的 人家的小孩都有了 家里能不着急吗 那你跟他吹了吗 没有 那你也没跟他吹 你怎么相亲呢 我相亲也没有相亲 那是实在家里面 实在逼得我太紧了 我也没办法 你是为了应付家里去相亲的 不是自己想相亲 不是的 好那你要娶人家吗 对啊 啥时候娶 就准备是 今年能把结婚的事给办了 就赶紧办了 因为现在两家吹的都比较急 我就办了呗 那怎么不办呢 结婚 最起码你也给了态度 给我吧 你该不是要看上了我家那个 马上要拆迁分房子了吧 我怎么没结婚的态度呢 你没工作这八年了 不是我一直在想着你吗 你的包 你的衣服 这些不都是我给你买的吗 说的你好像说的是真的一样的 你前两年的时候你去哪了 你前两年的时候 你哪怕你给我买一样东西 你都不舍得 一个包两百块 你都不愿意去掏那个钱 我说我手机充电宝不行了 我要换一个 不就五十块钱吗 你也不愿意去掏 然后呢 你现在你跟我说结婚 你的目的不是有那个居心额在的吗 你们家拆迁了 是的 拆迁 轮分房子 到我手上我有两套呀 你是居心叵测吗 我和他结婚是因为我爱他 我是在你穷的时候看上你的 还是在你有钱的时候看上你的 是的 你在我是没钱的时候你看上我 但是你两年前的时候的态度 真的是一百八十度转变 两年前对我的态度 哪怕微信 有时候连一条都没有 电话也不打一个 现在呢 天还没亮的时候 宝贝你起床了吗 宝贝你在干嘛呢 宝贝你要早睡 然后我不意中说了一些 家里面需要换点什么 你都会去换 你想让别人不怀疑吗 好好好 没事 兄弟 老家是哪儿的 山西的 打算结婚 对 把他娶回山西 对 那没事 人家就把你娶回家 那房子人家不惦记是吧 不惦记啊 不惦记 你看你想多了想多了 没有 你要知道吗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吗 我就是在近段时间的时候 我们结婚可以啊 我说去你老家 但是他没有这样子一点的意识 没有一点要结婚的意识 哪怕回他老家去买房子 他都不愿意 他不是说要把你娶回 刚才你说的是真话吗 回山西啊 回山西的话 我肯定现在不会回去 因为我在农村长大 好不容易在深圳 找到一个落脚点 我不可能是现在回去的 你指的落脚点是哪儿 就包括我现在的工作 也包括他 对 有没有想过这个 我随便说啊 这个 你们家有男孩吗 我们家还有个弟弟 还有一个弟弟 那人家就不需要倒插门 要不然我还想提个倒插门的意见 这倒插门你建议吗 这个 他爱我 我爱他的话 我不会去建议 不建议 不建议 但是我只想在这里说一句话 我说广东哪个地方 哪会有倒插门呢 而且你人一当倒插门 我还不愿意 我家里面也不同意 这条路也给我们堵死了 不是的 其实你应该没有清楚 他是怎么的情况 他现在所说的话 我跟你说 完全不符合那意思 你知道他之前 跟我在一起 发生的事是那个账号吗 你说你说你说 两年前 老花你520给我发个小红包 发个小礼物 我都很欢心很喜欢 你们都跟520过不去了 这该死的日子啊 来你接着说 然后呢 但是他给别的女孩子 花了多少钱 花了多少那些 我都不说了 我都没有那个了 我问 你别说 你给别的女人花钱了 那些都是我的客户 你送的礼物 所送的那些东西 比你送的任何一样东西 给我都还要贵重 还要那个 我是做销售的 客户就是我的上帝 没有客户 咱们以后吃什么喝什么 那我现在问你一句话了 现在客户不重要了对吧 现在你最重要呀 我最重要 为什么现在他变得重要了 客户不重要了 上帝都不要了 现在不是想着结婚吗 女生你既然了解得这么清楚 你为什么不走呢 因为我山上心两想了 我还有感情 我还能留得在 但是呢 他现在最近做的事情上 不管是我家里面在猜测 还别人在猜测 感觉就是他居心不在 就是说 最起码给我一个家 在深圳里拿你买房子 你拿他先付个首付 我们先付个首付 我们再结婚都可以 但是他非要先结婚 那我这种想法也没错呀 你现在不是有房了吗 咱们完全可以先结婚呀 为什么我现在有房子 你就跟我结婚 当时没房子 你不跟我提出结婚呢 为什么在他 就是至少你女朋友感觉 当家里面有拆签 这个消息的时候 你对他的态度 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 你承认吗 承认 那是为什么会转变呢 倒是挺坦白的 因为以前做事考虑的 不是特别清楚 包括就是说 客户那边和他那边分不清 是不是觉得说 我可以不用那么拼了 我有时间更好地来关照你了 是这意思吗 过去是说 你看我们俩要在一起 我必须得挣钱 我得拼呢 所以把你放在一边 是这意思吧 对 相亲也相了 半年相了多少人呢 半年我相了七八次 但是没有一次是成的 就是每一次都是 我从中在捣乱 因为我也感觉 相亲也太熟了 我也不想去 毕竟心里面有喜欢的人 我干嘛还去相那个 相亲就来 那你喜欢他你就嫁给他呗 但是说一实话来说 主任 家里面实在 给我的压力也不要 你别拿家里说话 人家现在要娶你 你家里有啥压力 家里面说你要娶我 可以 最起码你在深圳 有一套房子 哪怕付个守护 你都两套房子 你还要什么房子 女人需要一个家 不是靠着女人 有房子那个 那房子是有的是我的 不是他给我的 不是你都就是 算了 照你这么说的话 这八年一来 我为你家付出的那些 就是白费了呗 包括我这颗牙 现在都没钱去换 不是牙怎么了 这颗牙是前段时间 牙齿坏了 交了一个人冰棍 牙齿割掉了 那跟人家有什么关系 他们家人买冰棍的 这八年 他这八年没工作 他的手机衣服这些 都是我一直在给他买 你愿意啊 对啊 他一直说我没结婚的态度 你想娶他 你才给他买是吧 对 其实我跟你说吧 你要结婚可以 所以哪怕你给我一个手 你们俩其实借口反正都挺多的 反正这是不是爱情 这里面有没有爱情 更多的还是别的东西 你们看看吧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其实你们两个人呢 你们之间的感情 真是那么牢固吗 或者说你们之间 真是有那么深厚的感情吗 我可以这么理解 女孩之所以看上你 是当时他没有工作 也没有什么可去期望的一个前景 而他看上你 就是因为你有闯劲 他觉得你能带给他幸福 他觉得你可以不光带给他物质上 还可以带给他情感上 可是呢 两者皆恐 你在情感上 没有对他有多么的照顾 你没有多尊重他 你不是把他当成一个去爱的对象 现在呢 女孩的财务这个位置提高了 你立马 你的感情一下就来了 是个明白人 都会知道你现在图的是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 他能去迫于自己家庭的压力去相亲 这里面的相亲女孩 我们客观地说 有真有假 是 父母的压力让你去相亲 如果你的心真是在这个男孩身上 你怎么可能答应去呢 你瞒着他吗 是瞒着他吗 对呀 你愧疚吗 那一刻 我可以说第一次有 第二次可能带我 第三次有可能就是在选择更好的呀 因为现在从你嘴中说出的他 一无是处 而且从你刚才的表情看 你眼里头根本就看不起他 原先他不尊重你 现在你反过来 你根本不尊重他 两个互相不尊重的恋人 能有什么感情吗 没有 你们其实分手与拆迁有关系 但它仅仅是导火锁 以后有任何其他的事情 你们的感情一样抵御不了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其实谈恋爱这事 本来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事 然后但是 确实像曲老师说的那种 一个时间节点拆访 你的优越感一下上来了 如果你爱他 你真的爱他的话 是什么样的状态 快咱俩结婚吧 我有房子了 所有以前我们担心的这些物质条件都解决了 赶快结婚 还在乎这房子是谁的 是我的 是你的 如果真的爱是不会在乎的 再来说 如果真的爱 你会在有男朋友的情况下去 一次一次的相亲 不是一次啊 是一次又一次 还有你给他设置了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就是你要有房子我才能嫁给你 其实你这句话也清清楚楚告诉他 我不可能跟你结婚 我也不可能嫁给你 男生这么明白地告诉你了 你还在这儿固执什么呢 因为我爱他 现在不是你爱不爱人家的问题 是人家要跟你分手了 如果你要是爷们儿一点的话 别说爱了 放手吧 好 好 谢谢 好 谢谢夏老师 夏老师 人是不可以这么现实的 我问你 如果今天是你拆迁 你摸着你的良心 你会那么迫切地跟他结婚吗 也不一定吧 你还会像以前那样 想要跟他结婚吗 而且你以前也不是那么想跟他结婚 所以说如果你承认你是趋于现实 觉得我从此可以有一个家了 我觉得我还可以尊重你的诚实 但是如果此时此刻你还说 我只是爱他这个人 那我对你表示鄙视 导致到今天翻盘的很重要的因素 这个女人在你面前变得更开始重要起来 主要是因为人还是因为房子 你自己内心非常清楚 他的确在之前没有太把你放在心上 或者也没想着跟你走多远 但是在你失业的那半年当中 你又可曾想过你是否跟他同甘共苦地去一个平米一个平米地挣房子呢 你也没有 你也只是在他那儿寻求一个所谓的安身之所而已 如果当初即便是失业 你也愿意在外面即便是发传单 或者是烈日炎炎之下 你愿意跟他共同奋斗 去镇那一匹米又一匹米的房子 或者说你们之间一份又一份的温暖 事到如今你也不会开始质疑 你到底图我的是什么 更不会所谓的去相亲 我认为你们俩情感没有几分 那在一起注定是失败 索性今天就说明了吧 好吧 说实话 诚实地面对自己内心深处 就这个 好 谢谢 谢谢图老师 谢谢老师 以前是不是就那么不好 那么不爱 以前为什么愿意在一起 你们把它想清楚 咱们这节目叫爱情把围战 有爱你们在一起 没爱就说再见 不要说年龄到了就结婚 大概应该是爱情到了 要结婚了才结婚吧 接下来一起进入 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其实这两年多来 和你在一起 每天也挺开心的 真心的希望咱们俩能走到以后 并不是为了那些物质财富 你现在的做法 让我太过于心寒了 心太凉了 那就是对我 没什么话可说了呗 现在 是的 请亮灯吧 回去吧 谢谢两位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拿起手机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他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直播过后 也可以通过天津FTV网络电视 或者万事他手机客户端 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网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乐视视频 PPTV剧里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看看他们的选择吧 请开门 一般想用婚姻改变命运的人 后来都失败了 劝你兄弟 放弃这个想法 好吗 谢谢你 请回 谢谢 谢谢